HELLO 大家好,我是DJ容忠豪 你們現在收聽是ASIA FM FM92.7 亞洲電台 FM92.3 亞太電台 這是我的電台節目,好好聽音樂 那現在呢,我們有一位很優秀的rapper 就在我的旁邊 這位叫做露伊 然後他是Jazz Hip Hop的新的一個rapper 也沒有到很新啦,2015年到現在也是三年了 那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來自民堂唱片的露伊 HELLO 所以你這是常來台灣嗎? 這是我第三次來台灣吧 但第一次來我還是跟朋友一起來 算是...玩 對,算是自由的 好爽 第二次是工作嗎? 對,第二次是2016年的時候 做男孩 做第三個人專輯的宣傳 OK 所以你是來自哪裡? 我是出生在上海 OK 然後最後去的洛杉磯 你是從幾歲到洛杉磯嗎? 14歲的時候去 OK,所以其實你大部分都是在洛杉磯 我可以去體驗到你現在說 identity crisis 就是這個聖分的一種 不知道你到底屬於是華人還是西方 但是該哪有屬於這樣 對對對 但是同時呢我覺得這個也有一個優勢 優勢就是在你音樂的那個 就是你的印象會比較不一樣 對,所以就講到這個的時候呢 想問到你音樂 但是你現在是一個rapper 你是怎麼樣開始當rapper? What was the first thing that inspired you?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hip-hop音樂是 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不知道 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就知道說MTV 但是根本不知道會有BET這樣 對,BET是在美國 就是專門是黑人的可能hip-hop culture 可以看得到其實比較多rapper black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對,所以那個時候會常看BET嗎? 我第一次看 我就到美國的第一天 然後我媽去掃辦 我在他的公園裡 就一直翻電視台 一直翻電視台 然後看NTV 就知道 然後拍到下個演賽播音樂 然後為什麼都是 黑人嗎? 其實都是那種group 很強的音樂 可能在那之前完全沒有通過這樣的音樂 所以我第一次接觸到hip-hop 那其實 你那個時候feeling是什麼? 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其實那個時候因為 剛去美國嘛 所以 它其實是我culture-shop的一部分 也沒有特別的就是說 我對這個音樂 它對我的影響特別特別深刻 就是所有東西對我來說都是新鮮 就是新鮮的百分之五 所以它不是像magic一樣 就一看BET就立馬變成 就跟自己說我要當rapper 不是那麼的快速 但是高中的時候也會有 到高中的時候也會有一段時間就是 那時候hip-hop baggy jeans 穿了很大的衣服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階段 所以你有經過那個階段 這肯定有啊 你穿了 好像很多人去L.A.就是有這樣的 特別是那個時候 可能早期兩天年的時候 因為是流行啊 那個時候hip-hop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你現在的音樂 因為我今天也是很想介紹 你從2015年的作品 到現在的作品的一些變化 但是你從以前 從來不是大家刻板印象 那種就是真的像穿那種很baggy的衣服 很寬鬆的那種衣服 然後一直呦呦呦呦 大家刻板印象的hip-hop 你的音樂其實是非常有 我會覺得是很有深度的 而且你用的很多instrument 你的樂器用的很多 比如說拉提琴 還是比較爵士音樂的因素 你是一開始就是這樣子弄音樂嗎 其實也不是就像我剛剛講 我剛開始其實聽hip-hop的話 都是從像是radio那種開始 就是NT、BT 那個時候就是一些比較 就比較hardcore 對,West Coast,G-Funk Gangster funk 那個時候開始了 但是慢慢的聽到更多之後 會想要聽一些感覺 跟自己生活比較 稍微貼切一點的音樂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找一些 國語的說話 那種歌 當時也是聽 像MC-Hot Dog 上海有一些 比較竹遊人的一些組合 但是還是相對來說 比較硬會 所以剛剛自己寫歌的時候 也是想寫一些 感覺自己平時會聽 然後可以 形容自己生活常態的一些音樂 貼近自己的生活 因為你可能不是真的是Gangster 但是我覺得像我聽 我們等一下提一下 介紹這首歌 男孩的時候 我感覺真的很像 你有很多的Message 很多的訊息想表達給大家 尤其是關於可能你內心的世界 所以 男孩這首歌 可以稍微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你寫這首歌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是男孩的話 他就是我男孩上的專輯 整整個專輯的框架當中的一首歌 我上專輯男孩 他是有分三個主打歌 男孩伸手在下 和其五百 其實是我在三個成長不同的階段寫的歌 所以男孩其實是我寫的第一首歌 但是他都是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所以聽他三個verse 他就是講說我剛進大學 和我進了大學 和我進入了社會 在三個不同的人生對我來說很重要的階段 OK 所以他是你成長的一首歌嗎 然後你有一個 裡面有個歌詞 我可能唸錯 可是很像是 有些話是說不出口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你有很多的東西 是可能講不出來嗎 還是是因為社會的關係 還是可能自己的關係 是說不出來 那個什麼東西在擋住你 就 其實這種類似的考察 就是我找到他的話 我覺得對我影響的蠻深刻 就是我之後還有另外一首歌 我會寫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很少會抱怨自己很累 或怎麼樣 所以感覺大家都會覺得 這感覺好不成熟 就是這種事 都應該苦苦自己把它消化 這樣 就感覺你進入社會之後 大家都會跟你有印象的一個期待 喔 就很像 對有些東西 其實你很想講 但其實不應該講 就是你的 比如說你 我覺得大盆都有脆弱一點嘛 但是你脆弱一點 有的時候你會 沒辦法騎一次跟另外一個人 因為 他們會有一個 like the passing charge 對 但是這個就是 這就是社會的常態 對很多社會的壓力 那我們先來聽一下 露伊的男孩 然後看看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心聲 嗯 男孩臨走爹娘說今後要靠自己說這房男孩提了提領口 他新手 叫了一字花 叫了一聲嗎 是他騎乘他 有身體一直自己離開家 那感覺很陌生 像抽行進不離的狠魔人 是透露般的花紋 是他的消遣 他聞著一路淡淡的花香很香甜 他房間走前 那根香煙也滅了 水仙也泄了 天漸漸的暗的快入夜了 夜和走日交接了 他自己蓋上杯子安靜的哽咽了 男孩抓緊領口 頂著眼可眼光一直走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就像有些煩惱讓人抓破了頭 每天走了走 男孩偏偏起舞 右腳踢基地上的塵固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就像有些煩惱讓人抓破了頭 眼角走了走 男孩學會了社交 學會瘋唱作息的訣竅 學校裡學到更往往不實用 學會了如何避免糜爛在物質中 他交了一些痴心的朋友 和他經歷一些痴心和分手 和他大笑 打笑時間或對海大笑 他發現朋友是麻痹 噴擊最好的麻藥 朋友們各奔東西為某身 空氣裡不再飽和著笑聲 他搶眼著揮手告別式 保持聯繫像是找點字 重塑的告別詞 他覺得不善的宴氣也散了 他慘了口氣 他說也該習慣了 他發現夜和昼日交接了 他自己把燈關了 安靜的哽咽了 男孩抓緊領口 頂著眼可眼光一直走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就像有些煩惱讓人抓破了頭 每天走了走 男孩翩翩起舞 右腳踢起地上的塵土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就像有些煩惱讓人抓破了頭 眼角揉了揉 男孩抓緊領口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男孩翩翩起舞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說不出口 男孩封城樸樸的趕路 畏惧的淚水被自尊提攬攔中 他見過有人被現實給擊敗 體悟完腹 真正對現實抱有期待 他很興奮 他有執著的精神 他的難關都隱正 而且他工作近身 高處不勝 喊男孩向下看 畫畫世界的一切都變得渺小不堪 可是 男孩並不滿足 野心躍落了他孤獨的感觸 他當初 所要尋找的已經模糊了 他似乎把自己 纯真的一面說服了 男孩依舊匆匆地趕路 來不及停下來喘息或膽去身上塵土 終於夜和晝日交接了 男孩已經長大 他不會再哽咽了 男孩抓緊靈後 盯著嚴苛眼光一直走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就像有些煩惱讓人抓破了頭 每間走了走 男孩偏偏起舞 右腳提起地上的塵土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就像有些煩惱讓人抓破了頭 一邊叫走了走 男孩抓緊靈後 盯著嚴苛眼光一直走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就像有些煩惱讓人抓破了頭 每天走了走 男孩偏偏起舞 右腳提起地上的塵土 有些感覺是說不出口 就像有些煩惱讓人抓破了頭 油煙叫走